满生落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方就会造成飞水管漏水 飞水管漏水有时候很害人 越过屋顶 越过二层 直接漏到一层 直接漏到一层去了 你看到卫生间哪个地方漏水了 跑过去看 等你把天花板开了很多洞一看 这水不漏 它只有下雨的时候漏水 那它是顺着边缘漏吗 它顺着这个墙 一堵墙 楼上有一堵墙 楼下一堵墙 这墙它把这个水管不是包在里面了吗 它一漏的话 它就顺着这个水管可能流下来了 只是借它作为一个导体 流下来了 漏水开了一堆大洞 发现不是那什么 所以我们一般修漏水的时候 并不在下雨天修 下雨天的时候就杜绝了 这个就是防止误判的可能 所以我都劝他们 我说你等雨停来看看 还有一些时候吧 就春天啊 有时候那个冲锋啊 飘湖不定 飘湖不定嘛 你这个边缘吧 就会它有些地方 它就会飘水 飘水 飘这个雨水进来 就风一吹 就是刮这个风 它就漏水了 哎呀 那个修漏水的时候也早了 到处都开着洞 在哪呢 就是那个侧风帮的忙 所以一定要记得检查的时候 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 或者下雪的情况下去检查 对 还比较精确是吧 对 所以你作为一个屋主的话呢 你就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 下雨的时候吧 它有时候滴几滴水啊 你先等它拿个盆接一接 算了 先不要急着判断 是不是那个什么漏水 你等到雨停了以后 再在那个什么 我已经遇到很多家了 就是它越过 越过二层直接漏到一层 这是情况 还有下雨天吧 或者化学的时候吧 它刮那一阵风的时候吧 它漏下来 所以说吧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就是 因为加拿大的管道里边 就是有个排气管 排气管 它是直接伸出屋面的 屋面嘛 它上面有一个塑料的 一个专用的一个 Filter之类的 专用的一个挡盖啊 它是橡胶的 橡胶垫的啊 给它估住以后 挡在那个 钉在那个屋面上 您说那不是烟酥 水是进不去的 对 就是不是烟酥 它是那个通气管 那个水 那个下水管的通气管 邦邦邦的定好 但是呢 我们这两天一赛也知道 加拿大这个温度高低 落差一七八十度 它就很容易对着橡胶 热胶很说了 对啊 橡胶做成老化 在风一吹 它就可能把这个 旁边压的盖子吧 变形 变形 它就起来了 然后吧 这下面是个木 你的屋顶嘛 这里是个软当啊 这里是一个木头 有木槽上面 就是你的屋顶的木板上面 开了一个洞 它穿这个水管吧 它一旦开了 这个胶皮一旦贴不住它吧 那个一下雨啊 水就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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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家有这个问题 这是很常见的 对 你包括你可能五六年新的房子 运气差一点呢 就可能就漏了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比如说隔几年 就应该去检查一下 如果不行的话 就要换了 就怎么样预防的 应该是怎么样来防 最好的预防呢 就是防患于未然 就是你只要 就是过个 每个过个几年吧 就是像那种 你主要 如果是你新房子 你过个五年六年 你开始检查 屋顶上去稍微看一看 为什么你看加拿大 很多人都买长梯子 那就是 你买了长梯子以后吧 你上去看一看 我还以为 我买了长梯子 为了上面去逮猫 当然也是 你要经常常去看一看 看一看那个东西 是不是 它还贴在那个屋面上 它如果还贴在屋面上 你最好就碰一下 就是把这个就是 就是把你这个 容易漏水的地方 好好检查一下 那个像你刚才 尤其像这个排气管 这个问题啊 如果发现问题的自己 自己能动手 能动手 你只要拿几个钉子 帮帮帮帮 换一个新的就好了 对 你这个把它 那个没对付在钉上 就就完成了 把它进延时就好 还有就是 你到那个连接处啊 看一下 那个因为 它我们加拿大的 这个防水一般都用的是 那个瀝青啊 它瀝青晒啊 晒啊 它会开裂啊 或爆开啊 这就是造成 雪水或者雨水漏的原因 所以你要看看 哎呀 这个瀝青是不是老了 老了自己涂一点 所以说加拿大的 很多这个漏水吧 如果你早做预防吧 可以省很多钱 你可以就是说什么 就是早 就是预先做很多准备啊 你可以造成 对你房屋的损害吧 可以降到最低 而且基本上 是不是这种问题 都可以自己在家里解决的 不一定需要赚家呢 对对对 这些问题吧 一般都是说 说句老实话 只要你肯干 就能干的 就是污蔑这个情况啊 当然不是我喊你做屋顶 只要是这个修修补补啊 你只要在好门地方 能买到材料的吧 你都能自己做一做 所以说一到夏季啊 大家都那个就是 不管是当地人 如果当地人的话 这些习惯开始要检查 往屋前屋后检查了 中国人其实现在 可能还不太习惯 我们在中国都是 都是读书人 你知道吗 咱们都是 在中国打个电话 就让人家来检查了 对啊 当然了 来这里他又舍不得打电话了 因为上门就是钱 所以说把他这里 没事没事 好了 等他有事了 又眼泪弯弯了 有事就变成大事了 对 所以说就是 早做检查 防患以为来 主要这个习惯要养成 因为好多这个国内来的朋友 尤其是刚来 时间不长的 对 因为之前在国内 基本上住house的情况 比较少 对 很多都是楼房嘛 不需要去考虑这种问题 对 但这边呢 确实这是 而且我们这里 一般都是这个木的屋顶 在中国一般都是水泥 放瓦那种 就是造价成本很高 加拿大房屋嘛 只要造价低 所以说你就必须有 造价低的那个应对办法 所以说我们现在 只是漏水的 这个成因中的一种 慢慢的话呢 你想想看 屋里有这么多水管 到处都爬的水管 到处都有下水道 所以说漏水是最 每个屋主 最头疼的事情 但是呢 也是你最容易解决的事情 好了 非常谢谢姚依旺欣 经过她一提醒 这样大家知道了 什么时候应该多做一些 这个准备工作 最主要的是 长期要定期检查 对啊 尤其是夏天的雨季的 这个过程 好了 忙着时间 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的天气情况 到底怎么样 早上好 欢迎收看天气360 多伦多今天呢 主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在下午一点钟之后呢 可能会出现雷阵雨 不过降雨量会很小 会小于一毫米的 现实的温度呢 是23度 全日的最高气温呢 是26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测 到了下午4点钟左右呢 会到达全日的最高气温呢 日温26度 晚上会落到21度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接下来请收看 双鱼对对风 欢迎收看小吴 好了 我们回来了 我们知道呢 珠光小姐上个星期呢 里面有一个奖项 就是叫做最合眼圆呢 我们在个季节里面 终于出了了 就是洋人欧7号Yoyo Yoyo 最观众元大奖 那我就是最后一个奖项呢 就是应该是 星期三和星期四的 这个影后 就是佳麗了 影后 影后 有啊 Drama Queen 是 是 到底呢 到底谁拿完之后 就决定到底五强呢 是哪一两个进去 一定只有Jennifer进去 哦 好 好了 今天我里面呢 就找到一个网上高的 一个很有兴趣 很多人都很怕年纪啊 或者很多时候问你多少岁啊 这个呢 就是一些艺人里面的一些 就是 商业